謝謝 我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位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他就是我爸爸 我記得我小時候五歲左右 我爸爸媽媽分開了 我跟弟弟都是跟爸爸住的 其實小時候爸爸是因為工作關係 所以其实很少时间对着我们两个 每一次 其实基本上每一个礼拜 我们都很渴望等星期日 事关每一逢星期日 我爸爸都会带我和弟弟 去维多利尔公园玩 可能爸爸觉得他自己给不了时间我们 所以从小到大他都很忠我们 很疼我们 我们基本上要什么 想买什么 他都会立即第一时间买给我们 和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和工人一起成长 到了反叛期十多岁 我记得我很讨厌我的性格 永远都会和爸爸顶颈拗颈 经常都会惹到他很生气 但是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 当时在港台做主持 有一份很固定的人工的时候 有一个星期六 我就约了我朋友出来吃饭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很想买一件东西送给爸爸 因为从头到尾 从小到大 我从来都没有送过东西给我爸爸的 谁知道吃完午餐 那个下午我就收到一个电话 就是我爸爸忽然间进了医院 因为心臟病犯 我去到医院的时候 其实我爸爸就已经昏迷了 我有很多东西想跟他说 但是我也没有时间跟他说 因为以前我的性格是比较 我从来都不会懂得如何抒发自己的感情 从来都不会懂得如何说给爸爸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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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算是我自己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记得我爸爸过了身之后 我就做梦 我一见到爸爸 我第一句就跟他说 哭着地跟他说 其实我很想着你 还有我很疼你 我用口去跟他说 那时候爸爸 我记得他在梦里他没有回答我 他只是走过来 吻了额头一回答 其实这算是我在梦里 我跟爸爸说了一句 我最真心想说的话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遗憾 你有什么说话很想跟对方说的 立刻说